大家好,我是坦哥 今天看银河格斗 突然发现绝接二更新了 这片子有信心出续集是真就离谱 我去豆瓣搜了一下评分啊 嗯...4.0,不错 比上一部3.8高 我先替大家欣赏一下这部国产CG大片 有一说一,视觉效果是真的不错 画面确实是国内顶级 这个真的没得说,给特效团队好评 但说实话,我看完直呼牛逼啊 两个多小时的内容 基本没有几句台词 全片都在打架 一般好莱坞商业大片啊 生怕观众视觉疲劳 所以基本一幕打完后就会进入过度剧情 但是绝接二没有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 打完十秒直接开打第二场 关键是打得不精彩啊 看到过程中我居然睡着了 真的牛逼啊 我记得看《变异地缸5》的时候就跟着差不多 这是直接对标好莱坞A级催眠大片 牛 难道说灯塔曾经收监的催眠大师就来... 咳咳 这从最初的创作构架就出现了问题啊 不然也不会选择网络上映了 作为一部电影 剪辑是重中之重 故逻辑一定是最重要的 但这部片子完全按照小说的那套来进行剪辑 我自己看的吧也是云里雾里 我感觉这部片子里的每一个章节 都可以单独拿出来当短片看 因为啥也没讲啊 这些打斗全山丸都不会影响剧情 而且台词是真的太尴尬了 上一部BT啊直接升级成了MV 我说真的跟演员真没什么关系 原片我就不放了 我怕你们直接裂开 我一个人裂就行了 电影好不好看 演员演的好不好 完全取决于导演对电影的掌控 每个人的台词都像是从小说里直接搬出来的 而且完全不进行修饰 这电影台词就算给你几个影帝 也搞不出什么东西啊 小说怎么样 我先不评论 因为电影的好坏并不在于小说 一部小说改编电影 完全可以在小说的世界观 运用视频语言来更好地讲述故事 并把故事讲完整 而不是直接照着小说就开始拍了 也不考虑任何的故事逻辑 把这么多演员聚在一块 就为了拍个PPT MV 完事了一起聚个餐 就当过来参加感情 我个人认为院线导演除了赚钱外 也是要给我们观众看的呀 并不是说自己自娱自乐 不去考虑演员该适合什么角色 只是觉得这个人长得帅 拍出来美就完事了 这并不是一个专业导演能够做出的事情 并不是说把人拍得美 画面做得好看就有粉丝买账吧 只要导演对演员有底 并且知道如何发挥演员的长处 那么鲜肉演员一样能够彰显自己的演技 演出优秀作品 没问题啊 李一峰的《隐秘而伟大》 陆寒的穿越火线再见难逃 这就是今年最明显的例子 真的是被这部片子搞得呃 火速刷个牙 不过说到刷牙 当然要使用电动牙刷 首先权威证明 电动牙刷比手动强83倍 让你省时省力更好的保护牙齿 牙医在口腔专业书记里推荐 你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可以省几千块去看牙 那电动牙刷选哪家 当然选择萌牙家 萌牙家充电6小时 可用90天 让你省心又省力 萌牙家郑重承诺 两年内非人为质量问题 可免费换薪 没错是免费换薪 让你用的放心 省心又省钱 评论区还有大额优惠券 领完再买更划算 那什么 太不容易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为我的眼睛 大家给播三连吧 求求了呀 支持一波吧 我是坦哥 我们下期再见